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要分享的在这个特殊的时期 疫情还没有过去 炎热的天气更加的让我们好像是火上浇油 热浪滚滚 但是我们今天仍然是欢喜快乐的来到主的面前 有不少姐妹经常的问我 就是好像无论你生病 无论是什么状况 无论是别人气你的时候 有些时候就是一直会保持着 这种从内心发出来的喜乐的状态呢 他们说很多姐妹都是这样 其实也是给我一个鼓励说 我的这个笑脸是可以给他们一个安慰和激励的 我不知道是怎么样安慰和激励别人的 他们经常就问我这个秘诀 其实我没有什么特别 我天生就是一个特别爱流眼泪爱哭的一个女孩 从小呢就是一个特点就是多愁善感 看见很多东西都会引起来 我心中想的很多的事情 所以他们说我是特别适合学艺术的人 就特别的好像赋予这个想象力 是上帝的一种特别的一个恩赐 可以为一件很小的事情 可以想很多的事情 但是自从我的人生遇见了耶稣那一天开始 我就好像没有再可以值得多愁善感的 经常的一祷告 然后就欢喜快乐 欢天喜地的感觉就回到我的心中 总是有一种好像使不完的力气 心里面总是常常的涌现出来的那种 说不出来的也没有任何理由的 也不是任何环境可以让我欢喜快乐的 即使在生病即使在炎热 即使在疫情无论什么时间 其实都是可以能够欢喜快乐的说笑的 我也记得在神学院最悲惨的那个日子就是我流产 我躺在神学院地板上面流产的那个惨状 差不多有45天躺在地上 地板上面一动都不能够动 一边是我的腰扭了 腰伤不能够动 一方面是保胎 所以那个是我这个毕业在这个神学院里面 非常难忘的那个地板上的保胎的那种场景 但是这就是在那种情况里面 我们同学从我们窗前走过的时候 说经常说好像你们在庆贺什么 好像总是欢声笑语 即使在这个得癌症的这个期间 要去第一次手术的那天晚上 也是好像很高兴的在说笑的什么 好像很开心的一些事情 然后因为有一个电话 就是有一个弟兄说他没有排上队 说在手术前请吃饭 然后就问我怎么办 我说很简单 我就特别的高兴 有这么多人请吃饭 太开心了 但是手术如果我还活着回来 继续排队吃饭 免得我这个不擅长做饭的人 总在这个纠结吃什么喝什么 那我可以专心的跟更多的人来谈话 来交流 如果我回不来 那你就省钱了嘛 以后添加就不用吃了 也许吃得更好 所以就是前一天晚上 有姐妹听见我在这电话里面笑呀 她就觉得好像我这个人没心没肺 所以很多在低谷当中痛苦的人 特别喜欢跟我说话 他们说说一说就这个很开心了 好像就是一种感觉吧 就是他们毫无顾忌的可以敞开 可以倾诉 甚至就是很痛苦的那些隐私 他们都愿意跟我来分享 所以他们说呢 跟我说说话呢 好像就是感觉好了很多 其实我其实我跟他们讲呢 其实是我们在说话的时候 神跟我们同在 其实我心里面一直在祷告 说主啊 可以怎么样安慰这些人呢 他们其实都是我过去的影子 所以很多姐妹是哭着来 笑着走 有很多时候就是 一些姐妹们 其实我跟他们讲 你看你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几句话 你就能够开心的 完全是神在我们的心中 能够改变我们 谁能改变人心呢 没有人 所以就是有一些姐妹 其实并不是说每一个人 我讲一讲 他们就可以改变的 没有那么容易 一个人改变哈 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我还记得有一些姐妹 当我跟他们说了一些重话 和一些我掏心掏肺说的一些的 她的问题的时候 几年都可以不理我的 但是过后过几年 若干年之后 他们仍然跟我再回来说 就是现在才明白 你当初对我的提醒是对的 所以呢 很多时候我就是觉得 当我们遇见神的时候 我们不可能 就是完全的一帆风顺的过日子 很多忧郁症就是压力过大 但是即使在生理上面 你有一些忧郁的问题的时候 你遇见耶稣 仍然可以胜过 所以在疫情当中 应该是我们每个人 都是很艰难的日子 但是对我来说哈 有人形容我几个字 就说我是在疫情当中呢 如鱼得水 如鱼得水的一个状态 为什么呢 因为我足不出户 就可以跑遍大江南北 传福音 不能够坐飞机 去到那么多地方 可是那么多的人 在空中相见 就在这个线上 在Zoom里面 我们有天南海北的人 我根本不认识的 各个地方的人 我都不知道 他们怎么加的我微信 所以有的人 好像看了一个 看见说我的iPad里面 翻开看看 微信记录那个数字 他们都吓一跳 所以各个地方的人 都可以在线上 听不同的讲座 甚至呢 很多偏远的地方 我可能一辈子 都不能够去到的地方 也见不到的人 都可以在线上 用微信跟我 真的是畅谈 真的是掏心掏肺 所以这个 我截了两个屏 在微信这个留言里面 虽然看不清楚 字很小 大家也可以感受到 我就是想 就是说 孙牧师前两天还说 我们发明了一个 创新的一个宣教的方式 就是微信宣教 这应该是一个历史上 从没有过的一个 现象 也是疫情当中 神的那个奇妙啊 说不出来的那种 伟大的作为 真的是一个创举 上帝让我们在 传福音到地极 他要我们胸怀普世 而不是只看自己的需要 所以呢 我非常的感恩 神要我们一生一世 可以欢呼喜乐 只因为他跟我们同在 只因为他的作为 成为我们呢 一个一生的一个激励 我们的一切的安慰 一切的喜乐源头 都是他 只因为他成为了我们一个阿爸天父 我们是一个宇宙之主的一个儿女 所以我们可以欢天喜地 耶利米先知 他是流泪的先知 他遭遇很多的痛苦 他看见人的这些败坏 我们现在同步读经 正在读耶利米书 非常有感触的就是 当耶利米先知这么痛苦的时候 当他谈到上帝的启示的时候 他说 耶和华万君之神啊 我得着你的言语 就当食物吃了 你的言语 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 因为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 所以我们的欢喜快乐 没有任何的环境的理由 没有任何别人的理由 我们的欢喜快乐的理由 就是我们可以称为神天父 万王之王万君之神名下的人 他的言语是让我们欢喜快乐的 知最 这就是我的题目 所以我想问的是呢 我们心中什么 是最欢喜快乐的时刻呢 我们可以问问自己 今天呢 在我们的世界当中 有很多不快乐的人 其实我跟牧师一直忙碌 每天可能有的时候 没吃没喝都在忙碌着 干什么呢 就是有太多的 不快乐的人会找我们 那我们呢 也是希望他们从不快乐的 这种忧郁的状态里面呢 被拯救出来 但我们不是拯救者 我们是把他们带到 这个喜乐的源头 那我们就要想一想 我们什么是我们的快乐 这个快乐呢 其实是快快一乐 它跟喜乐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受环境影响的 如果我们的欢喜快乐之最 是受环境影响的 我想对我们来说 没有什么可开心的事情 但是当万事如意的时候 你可以欢喜快乐 那不值得庆贺 但人生不如意呢 是十之八九 好花不常开 美景不常在 环境随时变 人心也随时变 所以我们的心情啊 我们的情绪随时变的 所以快乐呢 就是受这个环境的影响 可是喜乐 喜乐的情绪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心中的那个喜乐呢 即使在没有好花 没有美景 甚至在黑暗当中 仍然可以心中欢喜快乐 心静呢 是不受任何环境影响的 我们在嘈杂的环境里面 我们仍然有安息 有安静 所以我特别体会 这个我们祷告的时候 神说耶稣要我们关进内室 怎么样干扰你的地方呢 你仍然可以不安静 但是在一个嘈杂的城市 一个非常混乱的地方 你仍然可以心情安静 我们的心情不受任何的影响 所以有人就会说 怎么样来分辨真基督徒和假基督徒呢 或者说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一个 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同样的苦难 同样的环境临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的反应是完全不同的 就是在苦难当中 这个能不能够喜乐 心中那个灯会不会亮 这个是分辨我们是不是基督徒的一个 试经时 那今天很多人没有喜乐 因为很多困难环绕着我们 很多人让我们生气 没有这个环境上面 让我们喜乐的 甚至在教会里面 我们也常常会有很多的事情 所以我一个人 这个很讽刺的一个叫做寻人启事 他贴在教会的门口 寻找喜乐的人 寻人启事就是在教会里面 都在找喜乐的人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来思想 为什么缺少喜乐 什么是我们心中这个欢喜快乐之罪呢 这个罪 这个就是the best 就是没有可比的 就表明没有任何可以替代和比较的 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喜乐之罪 欢喜快乐之罪 我们的喜乐不会受任何环境的影响 有很多的课程是教我们怎么样情绪管理的 但是这个管理 这个欢喜快乐的点 如果不对的话 你的源头没有接对的时候 你什么方法都不会让你欢喜快乐 这个很多的心理学方法 很多的这个课程教我们怎么样管理情绪 那个是如果你没有接上源头 那些方法好像很好 但是到一个点的时候 很多人说打破我底线了 这是我的底线 他就控制不了了 我们人有线 有底线的 但是神没有底线 无论环境怎么变 我们心中的欢喜快乐 那个源头 它是永远不变的 所以我们可以欢喜快乐 我们可以喜乐 在任何的困境里面 所以今天我们的聚会呢 只能是在线上见面 这个就说明什么呢 就提醒我们 我们正处在一个普世的困境当中 普世的疫情当中 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 是在一个普世的困境里面 那这个普世的疫情呢 就是一种普世性的苦难 那一提到苦难 我们就会想起来旧约里面的一卷书 约伯记 那么在约伯的信仰之旅当中呢 他从那个平顺的日子 进入到一个非常艰难的日子 当神向他显现以后呢 他就进入到一种生命和生活的那种 更新的那种状态 他说呢 我赤身出于母胎 也必赤身归回 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神永远不改变 喜乐或者说欢喜快乐之罪 都是不会改变的 那神帮助约伯的生命 他怎么更新的呢 他的一个方法 神帮助约伯在苦难里面 可以更新他的生命的一个方法 就是他带着约伯去旅游 怎么样旅游呢 可以上天下海下地的去旅游 他可以足不出户 就像我们今天 上帝仍然带着我们 上天下海下地的旅游 这是一个认识神的一个旅程 认识喜乐源头的一个旅游 一个旅程 那旅程结束以后 约伯就看见了神 可以说神给约伯上了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神学的教育的一个课程 跟约伯说话 如果今天我们读神学 我们读圣经 我们受很多的知识上面的 这个教导和教育 我们很多人在读神学 我们在钻研圣经 可是如果我们却不认识神 我们就没办法有喜乐的生命 神的话语 他对约伯说话 就完全解决了约伯心中的 不喜乐的问题的根源 就解决了约伯心中的 那个愁苦 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个 最重要的神学教育课程 就是神的话语 神要对我说话 把我从地上带到天上 就是我心中快乐之最 今天我们也在讨论 我们下一代的教育问题 我们的教会现在开始来商讨 我们的青少年的教育 怎么样安排 其实这也是一个关键点 如何让我们的下一代 真实的经历到 神跟他们说话 那我们才会 知道 他们不会远离神 即使他们的成长过程里面 你看起来 他们在悖逆 好像是在不听我们的 但是我们知道 神跟他们说话 他们永远都不会离开神的 但是父母呢 首先要明白这个关键点 再去寻找神给我们的这个 他给我们的特别的脚前的灯 因为他是我们路上的光脚前的灯 那脚前的灯就表明 他会给我们每一个孩子 每一个家庭 一个具体的方案 一个具体的方式 可以奏效的 我是非常非常有感触 就是我的儿子从小 在教会长大 甚至在我的肚子里面 我都跟他在讲圣经 他的胎教就是圣经 他第一天回到家 这个从篮子里面抱出来 放在床上 我第一句话 我看着他的眼睛 我心中就在讲 就是你知道吗 儿子 这是上帝把你带到这个世界 就是为了让你认识他 透过我可以呢 让你知道十字架是什么 然后有一天 就是他后来 现在他是一个青春期的孩子 他会要自己去寻找 有时候他跟我们家的牧师爸爸 会讨论到很晚 甚至有一天都到了凌晨 很长时间问很多问题 在辩论 那以前他很简单 他说我妈妈说的是真的就是真的 我妈妈说的对的就是对的 就很简单 但是他会成长的 所以我很焦虑他 就是说在青春期的时候 我担心他远离神 但是有一天就让我释放了 让我特别开心 是什么例子呢 我可以简单的跟大家分享 有一天他特别兴奋 他为什么兴奋呢 因为之前呢 他跟爸爸这个约定了 每天要读几张的圣经 从创世纪开始 他们已经读得出埃及了 然后呢就是约定了这样的一个时间 可是呢 他有时候跟同学在玩的时候呢 他停不下来 所以他就说等一等等一等 过一会儿 过一个小时 过一天明天吧 就这样推 那后来我们就想呢 不要逼他 不要这个给他一种压力 好像就让他觉得 好像很无奈 就是我们不希望 他心里面不改变 勉强的来听我们 但是有一天他特别兴奋 他说我妈妈妈妈 就是我以为出现什么事了 下午 我一定要跟爸爸读圣经了 我说我说话了 我玩那个要输了 他就拼命祷告 说主啊主啊 你让我赢了 我马上跟我爸爸去读圣经 然后他说 马上就输了 可是他说 神听了他的话 他就赢了 然后他说 神在他心里面说 要守约哦 所以他就马上出来 特别的兴奋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的说教啊 就是很苍白无力 说你该读经了 这个你守约呀 这是我们人的话 可是神跟他讲 有一次我看着他玩 那个有一个游戏哈 就是找家 找这个家的游戏 一直找啊 一直找啊 找他的家在哪里 我说你在干什么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游戏 他说是找家 那我先想 人生就是在找家呀 我说这个游戏 神都可以跟他说话的哈 然后我就看见 一个十字架 十字架就这样蹦过来 他就冲出去 然后十字架跳过来 然后我就说 哇十字架呀 你在通向天家 必须透过十字架 找到你的家 然后他就 这个不屑一顾就笑 他说妈妈 你太好笑了 这个不是十字架 是一个柱子 我说我从我这个侧面看 就是十字架 我从他那个侧面看 我一看 真的是柱子 一个一个柱子 一根棍 然后他就笑话 我说 你把一加一 那个加号 都可以看成十字架 你都可以看成十字架 他就笑我 我也笑了 哎呀 我就觉得 神跟他讲话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任何的环境里面 父母亲抓住任何的契机 可以把十字架 伸印在他的心里面 虽然他笑话 但是他知道 他无论考试 无论吃饭 他都会祷告 有特别事情的时候 他一定要找我们祷告 所以 约伯记在这个 38章到41章这里面 这个我就读来读去的 我就想到 神回答约伯的问题 约伯的生命的更新 是因为他遇见了神 当一个人遇见了神 我们拦都拦不住 他的兴奋点 因为这是神在人心里面的工作 我们人没办法替代 就是神跟约伯一讲 就像我们在人生之旅当中 最重要的是遇见神 明白圣经 他要跟我们说话 那本圣经不是一本死的书 他是活的 他是跟我们来说话的 每一天 他都跟我们有对话 这个就是我们每日的读经 跟灵修 所以遇见神 往往不是在高山 而是在低谷 那我们或许会遇到 很多的低谷 那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许多不同的低谷 在低谷当中我们可以遇见神 那怎么样遇见神呢 就是我们的祷告 就是我们的读经 来听神对我们所说的话 神的话安定在天 永不改变 那约伯曾经 他是不停的在询问 在辩解 在辩解 在说话 很多的抱怨 很多的疑问 但是当他看到神的伟大之后 他只能用手无口 不要再说了 不再抱怨了 也不再质疑了 神对约伯使用了很多的问句 他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 你在哪里呢 是谁定地的尺度呢 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呢 地的角石 就是定个仿角石 是谁安放的呢 神的这个问句是帮助我们思想 并且启发我们心灵深处的 那个拷问 他要对我们心灵深处说话 那我们今天无论是孩子教育 还是夫妻的关系生活 还是教会的肢体之间的 这些交流和扶持 还有什么 我们正在学的圣经的辅导等等 都需要学习 这样一种启发式的一个问题 引起人们心灵里面的那个思考 如果不能够触及到人心灵的需要 我们没办法彻底地改变生命 昨天我们小组还在讨论 就是人为什么那么难改变呢 就是因为我们心灵里面跟神 没有那个触碰 所以我们需要时间 神不勉强我们 所以当我们要帮助下一代 我们首先要进入到孩子 他们的内心的世界 我们人改变不了他们的内心 我们只能跟神一起的来引导孩子 引发孩子对生活的一些思考 就像刚刚这个我儿子玩游戏 其实也可以思考 他在找家找什么样的家 所以一个妈妈领着孩子去看动物 我就觉得很有感触 就是他去看一个大象 这个妈妈就很奇怪 这孩子怎么没有一点反应呢 所以他就蹲下来问孩子 说你怎么不开心呢 当妈妈蹲下来的时候 就看见这个大象 就是四条腿 就是那个植棍儿一样的 他突然明白 孩子没有兴奋点 孩子看不到大人所看的 那我们其实人的喜乐 是需要人内心真实的遇见神的 但是当另外一个人 他没有像我们一样 真实的遇见神的时候 我们是要帮助他们 一点一点的一个成长的过程 我记得在母亲节的时候 我讲到的就是一个种子 一个种子它是有过程的 所以我们看见神的伟大 神的作为的时候 这个人他就必定会改变 是神改变我们 所以是需要每个人自己来经历的 不是一个方法 不是一个说教 也不是很多很多我们人所想出来的一些的方案 这个很多时候我们要改变人的生命 只有我们与神同工 在约伯记里面 三十八章四到七节 这个里面 其实就是给我们看见了 其实就是 这里面就给我们看见 神指出的是什么 整个世界是神所设立的 神所建立的 他立了大地的根基 世界就如同神的一个圣殿 如果灵命的塑造 我们生命的成熟的过程 一定要是与神相遇 那么建立这个神的话 神的圣经的话语 这个真理的根基 就是我们与神相识的一个开始 那神的话语 他要帮助我们认识和他的这些启示 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来回应神 当一个人爱神的时候 他就会爱人 所以爱人是一个爱神的一个流露 所以心中的那个欢喜快乐 就是来自神的话语的那个根基和生命 跟神相交的 神跟我们这种互动 与神相识的 这样其实是我们一生的旅游 一生的旅程 所以有一首歌 我刚信主的时候 特别喜欢这样一首歌 就是现在有时候会唱的 有神童在就是天堂 他这个歌词有很长 其中一段就是说 神主释放我 洗净罪物 在地如天 终日欢呼 世上难免忧愁困苦 认识耶稣天堂正路 哈利路亚真是天堂 罪蒙赦免真是天堂 无论岸上 无论海洋 耶稣同在就是天堂 这样的一首歌哈 这个旋律非常的美 所以一个人从 不喜乐到喜乐 那个就是天堂 你有神的同在 你天天无论环境是怎么样 你就活在天堂里面 所以一个人的喜乐呢 它是从主权的转移开始的 就是从自己 从自我来转向神 也是一个人的视角的一个转移 从人的视角来看问题 那这个 当你用人的视角 来转向神的视角的时候呢 就是一个自我翻转 和颠覆的一个过程 那约伯受苦的时候 一直要问神呢 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哈 那他的问题一直围绕着什么呢 为什么 你为什么这样对我 但是神的回答是什么呢 你这个 我是谁 你是谁 让他认识 就是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 你在哪里啊 让我们认识神的这个伟大 所以你是谁 我是谁 所以这个 神跟我们的问题是不同的 所以一个人从喜乐 这个从不喜乐到喜乐 这样的一个改变 就是一个视角的一个改变 所以这个 我们的问题呢 我们常常问为什么 但是神要让我们认识他 他是谁 我是谁 神要颠覆我们的自我中心 我们的心中那个欢喜快乐 的知罪是什么呢 就是遇见了神的那个时刻 我们不再活在自我的 那个小圈子里面 不再是井底之蛙 经历神的话语 就是经历神 所以不单单是超自然的一些 神迹才是经历神 很多灵恩派教会 他们所说的经历神 就是好像神迹一个超然的 其实那不是的 真正的经历神呢 是什么都没有发生 像哈巴古书里面说的 这个无话果书都不发望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他仍然以神为乐 那个是最大的神迹 这个就是经历神的话语的 一个真实 所以不是神 要我们凡事都顺利了 我有病 医治我那个叫经历神 不是的 是我们在病中仍然的 在黑暗当中 那盏灯是亮的 那个才是最深的 来经历神 真正的经历神 话语的 那个叫经历神 所以神邀请我们呢 进入他奇妙的一个世界 与他相遇 跟他交流 他是活的 神的话是活的 他跟我们说话 否则那本圣经 就是一本死的书 跟其他的书 可能你看看就过去了 没有任何心灵里面的碰撞 和相遇 所以呢 当我们与神相遇 相交的时候 环境没有变 我们不再看环境 然后就开始了 我们心灵里面 那个欢喜快乐的之旅 那我们的生活呢 就是在这样的一种 享受神的旅程当中 不断的经历神的话语 这样的一个更新 我记得有一次哈 我特别的难受 就是别人对我质疑的时候呢 我就到十字架面前 不是我家里有一个 外在的十字架 是我心中 神的十字架 我就跪在那里祷告的时候 我说主啊 这是有些时候 这些事情 都是不可理喻的 但是神的那个话 对我说话 非常的真实 从里面涌出来一句话说 为异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当时我就欢喜快乐 就起来了 然后不再质疑 不再质问 所以诗篇一百一十九篇 就是一首非常丰富的 属灵的一个宝藏 我经常在朗读 或者心里面去读一百一十九篇 所以当中就提到诗人 是如何渴慕上帝 在他的这个渴慕当中 上帝又是怎么样帮助他 经历与神相遇的那个时刻 这个是我们的欢喜快乐之最 环境没有变 别人没有变 我里面变了 所以人生最快乐的那一刻是什么呢 大家答案肯定是不一样 我想应该就是 这个有一个比喻 就是我想我们的经历 你可以知道 什么在人间里面 是一个最欢喜快乐的 那一刻呢 那一刹那呢 那一瞬间呢 我想应该就是 你与你所爱的那个人 所渴望 所渴慕的是一样的 就像少男少女谈恋爱的经历 我相信在线上有这样的 正在经历少男少女 他们恋爱的经历 如果一个男孩子鼓起勇气 向女孩子表白说 我有一个渴望 希望能得到你 能与你结婚 很希望你成为我的妻子 那女孩子呢 回应说 我心里的渴慕呢 渴望呢 是跟你一模一样的 相信这是他们一生当中 最欢喜快乐 那一刻 所以因为他们所渴慕的 是一样的 还有呢 就像父母亲 父母亲对儿女的一种渴慕 是说 现在你们终于长大了 你们可以自立了 我们特别希望这个孩子呢 能够爱主 爱人 爱传福音 成为一个被神使用的人 无论他做什么 那孩子回答说 爸爸妈妈 你们放心 不用担心 因为你们的愿望 我们心里面 早已经这样决定了 相信这同样的时刻 是家里面最幸福的 那个时刻 就像那一天 我儿子从房间里面 跑出来说 妈妈妈妈 神跟我说话了 那一刻 我特别幸福 我一下子就释放 我说神没有不管这个孩子 那我就是在期待着 这样的一个时刻 所以作为基督徒 我们心中最快乐的那一刻 究竟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孩子考上名校吗 考上藤校吗 还是他们有很多这个世界的成功吗 我相信这些都不能够满足一个成熟基督徒的心 我相信就是我们听到神说 他愿意与我们同在 也是渴望我们跟他同在 我们与神心连心 我们有一个姐妹的微信号是心连心 每一次我看见这个姐妹的心连心的这个号的时候 我就想到跟神真的是要心连心 所以我们需要深深的来经历神的爱 经历到他跟我同在 这个滋味没有人能够替代的 也不是我用美好的语言能够形容的 只有你自己去体会 所以这是这个是不是我们人生最渴望的呢 所以在这个诗篇119篇 它是一篇的很长的祷告文 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牧师就读了1到18 这个很短 但是大家可以回去读 这是一篇很好的一个见证 描述诗人对神的那种赞美跟感恩 全篇当中呢 都是你的你的我不断的出现 就是那种很亲密的关系 你我 诗篇23篇我也曾经讲过 就是它是我的木质 我必不至缺乏 他他他 到当我行过死因的幽谷的时候 我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我 这个是一个关系的一个见证 所以119篇这里面就是我 你不断的出现 这是世人对神的话语的那种奇妙的那种宝贵 他献上的那个感恩 所以这个诗篇119篇是跟这个人与神的关系的那个见证 这是一首西伯来字母所写的一首字母诗 西伯来文有22个字母 诗篇119篇一共有22段 每一段有8节 一共是176节 那22段每一段都是以西伯来文的22个字母做起手的 是按照字母的次序所编排的 所以同一段就是共8节的这个第一个字母都是一样的 所以犹太人的孩子呢 他们从小就背诵119篇 一方面可以学文学 一方面可以来学习上帝的话语和享受跟上帝的那个关系 所以诗篇119篇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宝藏 那神的话语非常的宝贵 充满力量 这诗篇就告诉我们呢 诗篇很多诗篇第一篇 第一篇19篇119篇 都在不断的重复着说 唯喜爱依和华的话语 又愿意思想和遵行 这人便为有福 神的话语是有权柄的 他不是一个建议 也不是让大家讨论的一个题目 也不是一个灵修小品让大家欣赏一下 而是他要人遵从的一个不容置疑的命令 因为它是我们一生快乐之罪 欢喜快乐喜乐的源头 所以记着圣经的话语就是我们在危难当中 然后得到坚定 然后我们的信心可以扎根在他的话语的根基里面 就是磐石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活出那个心中的 欢喜快乐的那一个生命 所以诗篇119篇至少有八个相同的词语来描述神的话 那176节当中每一节都有一个关键字出现 就是什么呢 律法 法度 我都画出来了 这个颜色不一样 律法 法度 训词 律例 命令 叛语 话语 应许 所以这八个词是119篇里面常出现的这个字 所以透过你读诗篇的时候 我们的心里就被激励 不单是认识神的话 也愿意靠着神的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 活水的江河可以活出神的话来 如果活不出神的话来 那个神的话对我们就没有果效 你读了好多年 为什么生命没有改变呢 因为神的话没有从你的里面活出那个生命来 所以我们要从这开始 当我们愿意活出神的话的时候 你一定愿意传扬神的话 你就会跟弟兄姐妹随时可以交流的时候 就是神的话语 就像耶利比说吃进去 然后我们跟别人分享 我们自己消化了当食物一样 把神的话能够活出来 能够传扬出去 我想这个就是世界上一个最欢喜快乐的人 今天很多人在找什么是幸福呢 你有神的话语的人 无论你生活怎么样的艰难 你都是一个幸福的人 你都可以能够在心中里面那种饥渴可以被满足 你就可以每一天都欢喜快乐 无论发生什么 所以诗篇119篇18节里面说呢 求你开我的眼睛 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 那到底律法有什么奇妙呢 从古代的犹太人来说 神的话就是神的声音 当律法师当他们将神的诗篇读出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留心的听 因为神要借着这个人向我们说话 所以神的话能够建立一个人的生命 神的话语 他能够创造建立建造 他也可以毁灭 也可以咒诅 也可以审判 所以神的话能够改变人的生命 神的话语要进入到人的心里面 与人对话 透过对话 我们才可以改变人心 我想跟大家思想一个 知识读经和生命读经的两个分别 这个知识读经呢 我们就是自己读 以自己为中心 用学问 用知识 更多的明白神的知识 这是自我中心的一种行为 因此呢 我们或多或少的读 或慢或快的读呢 都是我自己的事情 都是围绕着我 但是生命读经不一样 生命的读经 它是聆听 他讲的快或慢 读的多或少呢 完全在于那一位说话的人 而不在于我们自己 这个知识读经呢 它是就是读的时候 你会走神的 你不会专心的 你不会听到神跟你讲话 所以你好像在读 人在心不在 那生命读经呢 就是非常的细心的 留心的态度来听 所以这个就是 知识读经呢 和生命读经完全不一样 所以知识读经呢 它是会在明白之后 然后呢 它就不会再重复的 仔细的去思想了 但是生命读经不一样 它是一种用心灵去听 然后跟对方重复的来思想 就是使对方讲同样的话的时候 他还会继续的来重复 但是因为 由这个我与说话的人之间的 那个爱的关系呢 就是无论重复多少遍 我都愿意听 所以每一次都会留心的听 不会说 这个信息我听过了 神的话我已经都读过 几百遍了 就不听了 那个是知识 不是生命 生命就是在问 为什么这个传道人 反反复复讲 一样的一个信息 神要借他对我说什么呢 所以每一次都会听到 不同的一个新的信息 这就如同听讲道 一样的一个态度 如果你是带着一个评判的 来听这个讲道人 好和不好 其实呢 你听不出来 神要对你说的话 但是一个生命读经 生命听道呢 你就会思想 神借着这个人 反复的一个信息 要对我说什么 所以我想挑战一下 大家就是我们 如今在同步读经 或者我们在灵修 那我们希望上帝 对我们的心说什么呢 我们是不是希望 每一次神 都对我们说三句话呢 我想问一问大家 虽然不能见到你们 你们自己跟神可以回应 就是 这三句话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我爱你 我以你为乐 我以你为快乐 你所做的 我知道你可以做得很好 这三句说话 这三句这样 这样的话语表达呢 他是天父对主耶稣 他的独生的宝贝的儿子 所说的话 我也渴望着 他同样的 对我说话 也渴望着 对每一个弟兄姐妹 这样的说话 让我们可以珍惜 今天我们可以读圣经 透过神的话语 让我们心中可以快乐 欢喜快乐 无论环境是怎么样 这是我们人生 最大的满足 是我们心中 最快乐的时刻 所以诗篇一百一十九篇 这个一共是一百七十六节 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只读了一点点 这里面有八个诗人的见证 我们可以从这个PPT上面 可以看到 这个八个见证是什么呢 就是我极其的爱慕神的话 神的话是有权柄的 他是有大能的 所以昼夜思想神话的人 那人变为有福 所以要极其的 渴慕神的话 然后呢 第二个见证的就是 神能使我脱离恐惧 尤其我们在困境里面 我们活在很多的心灵里面的 焦虑里面 带来很多的危机 但是神给我们明白 这个克服恐惧的三件事情 就是面对恐惧 然后我们可以得胜他 然后我们可以忘记恐惧 我们就可以欢喜快乐 透过神的话语 焦点转移 从自我的那种狭隘的眼光 就可以看到神的伟大 你就忘了这个恐惧 就忘记了 我要手术啊 我要治病啊 就忘记了 这是诗人的一个见证 那我们呢 我们可以想一下 还有呢 第三个见证就是 神他要引导我们的人生 他要引导 而不是我要走我自己的路 我要计划我们教会的事情 是他要引导我们教会的安排 所以神的话语 要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 神的话 他才能照亮我们这个脚前的灯 他是路上的光 他让我们人生黑暗的时候 有一盏灯永远都不灭的 第四个见证就是 我已找到生命之源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找到 这个生命之源 就是他的话语 这是第四个见证 第五个就是他必救我们 出死入生 所以他必定的能够把我救活 我在任何的困境里面 他要救我们脱离这个死亡 这个经过苦难的人 就像约伯一样生命更新 他是前所未有的 更认识神 所以很多经历过很多痛苦的人 他的生命是不一样的 神 这个第六个见证就是 神赐给我喜乐 今生永生下半生 昨日今日明日 他永不改变 所以他的喜乐永远不会变 那第七个见证就是 我愿一生靠主 爱主 尊崇主 所以透过神的话 我们一生 而一生 尾生的是给神 不是给任何人 也不是尾生在哪一个工作 或者哪一个教会 是我们一生尾生给神 他带我到哪个教会 他带我到哪里 我尾生的是神 所以用我们有限的爱 能够倾倒 在这个给主的时候 你就满足了 你说是生命里面 欢喜快乐之最 所以神的荣耀 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这是第八个见证 所以神最高的那个启示呢 就是他的爱子耶稣基督 他降生在我们当中 为我们不再流浪 他自己成为一个流浪的人 来到这个世界 把我们救活了 他今天还要对我们说话 所以透过我们的如云的这些见证 我们见证如云很多 我们身边的人 那么今天我们还会听 从卡承来的谭长老的见证 其实昨天晚上 他的见证如果一直讲下去 我们可以一夜都不睡觉 但是我们的时间有限 所以神的话语就像一面的镜子 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我们自己的样式 看到神是怎么样带领这个诗人 一百一十九天这个诗人 作者他怎么样走过高山低谷 相信他今天一样的 让我们可以经历这一切 然后得胜这一切 如果我们不听从神的话 就像伊利米书 我们在现在读的时候 就看这些百姓 他们永远都在痛苦当中 今天神要对你我说话 借着圣经的话语 他要让我们的心灵里面 真实地按着神的话 能够活出来一个生命的读经 而不是知识的读经 我常常会默想 玛利亚打破这个昂贵的 玉萍的那一段经文 所以每一次想这个女人做的事情 耶稣称她为美事 因为耶稣为我们的罪 倾倒了她自己 所以这个玛利亚 才倾倒了她最宝贵的 所以耶稣把她所做的事称为美事 那我们今天的侍奉 和玛利亚的侍奉 有什么样的分别呢 这两者之间有一个鲜明的 就是当时的门徒 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影子 就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来服事呢 就是这两者之间有一个鲜明的对比 就是后者呢 其实他是带着一种无奈的 奴隶式的服事的心态 也是一种守律法的心态 但是他总是在问的是什么呢 我该做什么 然后呢就很辛苦的去做 也没有喜乐 但是玛利亚问的是什么呢 我能做什么 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 他经历过耶稣与他 跟他死去的弟兄拉撒路一起的哭泣 他经历过耶稣的这一份爱 所带给他的心灵的安慰 他经历过耶稣 让他的弟弟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所以他因此就用完全的 不一样的方式来服事主的 所以他想不出 还有比这个更宝贵的 倾倒在耶稣身上 那我们今天最宝贵的是什么呢 我们不是头脑里面的服事 不是知识 不是因为用知识的读经 我们来忘却了 我们跟耶稣的这一份美的这种关系 这种爱的关系 所以有一种侍奉的心态呢 是尽责自律很忠心 但是却是没守成规 不能够跨越半步 有一个词就是叫做 今天很多人说的 就是政治正确 属灵正确 但是却不能够让人感受到那种 对耶稣的爱跟激情 我想我们的下一代 需要对耶稣的爱跟激情 那么对玛利亚而言呢 对这个诗篇 这个119篇诗人 他们的这个见证而言 对他们来说呢 神耶稣是他们的盼望 他们的喜乐 他们生命的中心 这个是我们今天 是不是我们生命的中心呢 今天我们的试奉 是不是带有创意的 带有这个 真的是神给我们的特别的 独具特色的一种的试奉 而不是流于这种经验 跟传统的一种侍奉 是这样的一种侍奉 是一种对耶稣的爱的热情激情 可以为主而活的 为主可以完全摆上的 那种的侍奉 是让人难忘的 是被耶稣所称赞的 所以就像耶利米这里面说的 万君之耶和华 我得着你的言语 就当食物吃了 你的言语 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 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 所以我们能像耶利米一样 在那种困境里面 神的话是他欢喜快乐的之罪 我们是不是呢 我们今天是用什么样的一种的 感情态度来读这本圣经呢 所以我们需要打开我们的心 求神给我们对他话语的 一个真实的渴慕 然后再开始用生命来读 这个愿神他自己的话 已成为我们心中的 那个欢喜快乐之罪 我今天有很多的话要讲 这个真的是神的话 要成为我们生命的良 一天不读神的话 我们会饥渴饿 而不是一个任务来读 所以我们用生命来读经 那今天呢 一会儿我们还要听一个 很让我难忘的一些的 一个谭长老的一些的经历吧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这个信仰是活的 他常常说他是一个小人物 没有值得可说的 但是他说的都是神 在他身上的见证 我也亲自的亲眼的看见 上一次他来温哥华 是坐着轮椅在机场 我们接的 今天他可以行动自由的 在我们当中见证 我也在这个 很多的这些生活的细节里面 体会到一个爱主的基督徒 他的一个生命 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生命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然后一会儿呢 来听一个见证 好 那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祷告 主啊 你的话语何等的宝贵 你的话语就是将你自己 向我们显明 明白你的心意是爱我们 拯救我们 是将神原本创造我们的时候 把这样的一个恩典 重新的告诉我们 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渴慕 有一个填不满的黑洞 只有你能够填满它 就是你在我们生命当中 常常的教导我们的 也是帮助我们活出你的话语 改变我们对你话语的疏忽 和轻视 教我们用敬畏你的心 尊崇你的话语 用这个 我们 经历你自己的这个 爱 你的同在 你自己的恩典 能够伴随我们的一生 愿主你成为我们心中 那个欢喜快乐之最 我们 我们的教会需要你的话 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需要你自己在对我们的心说话 当我们与你遇见的时候 你怎么样的对我们说话 求主对我们今天献上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甚至还没有认识你的人 让他们渴慕你的话 有一天你的话就救活了我们 你是我们生命的源泉 谢谢主 你实在是恩待我们 谢谢 我们没有办法 来用感恩的话语 来向你感恩 我们只有用 我们能为你做的一点点的事情 来回应 求主 来遇纳我们的心 让我们的心里面 有一个清新 清新的人 就有福了 求主 让我们的心里面像海绵一样 有一个温柔的心 领受 你所栽种 在我们心里面的道 你的话语 谢谢主 听我们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